二战时期慰安妇有多悲惨 遭受暴力和非人待遇 勿忘国耻 提及可怕的日军慰安妇制度 中国人无不咬牙切齿身误痛绝 据统计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 日军至少抓了20万的中国女性来充当慰安妇 这些被强迫的人群 他们饱受日军的摧残和折磨 而他们的年龄 大多都是17、18岁的少女 最小的甚至才9岁 在这里 他们没有一丁点的人群 日军对待他们的做法往往都是非人的折磨 鞭打 臀膀 虐待随处可见 有时候慰安妇只要表现出一丝的反抗 便会遭受刺刀的威胁 残暴的日军丝毫不会怜向西域 他们只管满足自己的需求 自1931年 日本将在上海虹口经营的四家风俗场所 指定为特别的慰安妇 慰安妇制度便蔓延到了整个东亚战场 在日军强征的慰安妇中 除了我国 还有部分来自于韩国 印尼 菲律宾等地 他们每天要经历17个小时的折磨与侵犯 那种痛苦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为了追求重返故乡的感觉 日军甚至要求慰安妇上身要穿着和服 下边则一律什么都不准穿 即使是到了寒冷的冬天也是如此 可怜的他们 不仅在身体上遭到侮辱 就连精神上 也被迫要求对日军毕恭毕敬 他们见到日军必须醒 跪下时双手要放在膝盖上 头也要低下来 不能与他们平视 在服务期间 残忍的日军更是对他们手脚的位置都有要求 其中双腿的角度不能超过80度 双手则要放在头顶上 这样才是效忠的表现 根据一些受害者的回忆 日军每次在打仗前都会蜂拥而至地来到慰安所 每每这时 被强迫的慰安妇们便如同身处地狱一般 有时半天的时间里 他们就要接待六七十余人 他们仿佛人偶一般 只是机械性地将腿张开 躺在那里动也不动 期间如果有妇女想要反抗或者逃跑 被抓后的下场更是令人触目惊心 对于日军而言 慰安妇们其实就是毫无人权的奴隶 资料显示 在日军侵华期间 每当他们占领一个地区 都会强令村庄上的人们贡献妇女出来 而他们的下场可想而知 因此 在当时 随处可见的有妇女不堪受辱 自已身亡 当时 日军看上了一个16岁的小姑娘 结果她被侵犯后逃跑卫国 竟被做成了四脚牛 那什么是四脚牛呢 就是将四肢抵在地上 军刀则对准腹部 如果体力不支的话 那么锋利的军刀就会直直地插入腹部 而这也仅仅只是日军残暴的冰山一角 在这小小的慰安所内 几乎无时不刻都在发生的惨案 你们知道什么是606药剂吗 当时 由于慰安所内不良的生活环境 同每天超负荷的工作强度 许多女人们都病倒了 她们感染了一种 由苍白螺旋体病毒引发的疾病 而这种疾病很快就在军队中蔓延太难 为了尽快地遏制下去 日本发明了606药剂 它可以很快地杀死苍白螺旋体 但却有着极强的副作用 被注射后的女性基本都丧失了生育能力 人体免疫系统也遭到了破坏 就算侥幸活了下来 她们的后半生也过得相当辛苦 1997年4月 日本将慰安妇问题的内容从课本中删去 开始试图掩盖自己昔日的罪行 2005年8月 联合国要求日本政府直接向慰安妇受害女性进行赔偿 2007年3月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关于慰安妇问题的121决议案提出疑问 否认承认慰安妇问题 喜白侵略罪行 我两个舅舅死在床上 但她能开水滩 她死过以后能开水滩 我爸爸年都给狗舔得不像个样子 日本自始至终就没有正视过历史 甚至于 他们还一再去参拜那个邪恶的晋国神社 他们为了掩盖自身的罪恶 不惜篡改教科书 篡改历史 如此行径 对于我们而言 更是一种侮辱 所以 今天雄大必须给大家讲出慰安妇的悲惨命运 铭记历史 方可不复未来 好了最后同大家再普及一点 在日军的慰安所中 除了各国女子 居然还有日本本土的父母 不过在他们当中 更多的是自愿 他们不仅自愿随军做慰安妇 还将这当成是一种无上的荣耀 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 在军国主义的影响下 日本全员都对战争表现出一种极端的狂怒 男性痴狂打仗立功 女性则沉迷于打造军官 他们劝说丈夫去到前线 送儿子去到军校 自己也是挺身而出充当的慰安妇 据日本慰安妇回忆 他们的工作一般就是在一辆货车里 中间用一张张的帘子隔开 按照规定 每个日军只有三分钟的时间 每次支付两日元 可悲的是 这些慰安妇为他们的国家奉献了一切 成为了日本人演出的池 遭受到了国人的唾弃